最近消息 台湾高铁今天上午9点40分又发生了宫殿异常 因此新竹到苗栗区间只能单线双向运行 南下列车625以及1125班次还一度退回到新竹站 部分车次因此受到了延误 高铁公司派员紧急抢修 虽然在10点31分是全线恢复双向运转 但是事实上高铁在大年初一才出过包 因为变电站跳电当时是造成15班次误点影响5000人 这回宫殿异常的原因是不是雷同还正在调查